我是你们的生活老师杨雪 今天这一讲内容呢 我们将来探讨一下和细胞呼吸相关的内容 那细胞呼吸呢 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是关于我们细胞呼吸自身的概念问题 第二个是在我们的细胞呼吸里面呢 它是包括两类 一类是我们的有氧呼吸 还有一类呢是我们的无氧呼吸 那有氧呼吸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无氧呼吸的过程又是什么样子的 第三类就是有氧呼吸 它和无氧呼吸所对应的区别和联系分别是什么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三个内容来进行展开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题 它说下列关于细胞呼吸的说法当中不正确的 答案应该损得的是哪一个选项 那A选项里面所围绕着是 细胞呼吸是细胞内重要的释放能量的反应 这里面所考察到的就是我们细胞呼吸的实质 细胞呼吸所对应的实质 它是要去分解相应的有机物 那分解有机物之后呢 它会把有机物里面所储存的能量给它释放出来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释放能量的过程 那这样来看A选项就应该属于的是我们的正确的选项 B选项里面说细胞呼吸是细胞当中有机物的一系列氧化分解的过程 那和我们实质里面的第一条匹配上了 B选项正确的 C选项里面说细胞呼吸是细胞内有机物的缓慢燃烧的过程 那这有机物的氧化分解你可以把它叫做一种缓慢燃烧的过程 这个缓慢燃烧是和我们细胞外所对应的一些化学反应进行相对来去说的 比如说我们的每条燃烧 每条燃烧它就是一个迅速的燃烧过程 所以这位价属于是正确的 那最后一个4号D选项属于错误的 就是细胞呼吸是细胞与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过程 我们的细胞呼吸是要发生在细胞内的 所以它并不是要和环境之间进行鲜烧的气体交换 那此题考察的细胞呼吸的实质问题 清楚第一个是分解有机物 第二个是要去释放鲜烧的能量问题 那我们再来继续往下来走了 这道题目同样是围绕着我们的细胞呼吸来进行考察的 但是它问我们的叙述错误的答应该选择的是谁呢 A选项里面说细胞呼吸必须在煤的催化下 才能够进行 只要是我们细胞内的化学反应 它必然都得需要煤来进行推化 所以A选项应该属于的是正确的 B选项里面说人体所有的活细胞都能够进行行样的细胞呼吸 那只要是活的细胞 它都得进行行样的细胞呼吸 来为它的生命活动去提供前应的能量 因此二号B选项应该属于是正确的 C选项里面酵母菌可以进行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 这是没问题的 酵母菌它是一类特殊的生物 我们把它叫做坚性艳氧型 它是既可以进行有氧呼吸 也可以进行无氧呼吸的 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它都能够进行一个正常的生命活动 这是没问题 对于我们人来说可就不行了 我们人正常情况下 有氧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进行正常的细胞呼吸的 但是如果长时间没有氧气存在着 那我们人就死掉了 最后一个C选项 它说液柔细胞在光照下进行光合作用 不进行这样的呼吸作用 那你这液柔细胞只要你是活着的 它就必然得进行相应的呼吸作用 所以此题错误的答案就应该选择的是我们的4号D选项 这个围绕着我们的细胞呼吸的概念性的问题 考察的更加的深入了 所以一道题目考察实质 另外一道题目考察我们的概念性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继续来走了 了解了我们现在的细胞呼吸的概念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探究一下 有氧呼吸或者是无氧呼吸的内容 那我们首先来探究一下有氧呼吸 那对于有氧呼吸而言 它所考察的是什么呢 那它所考察的是有氧呼吸是有三个阶段的 有氧呼吸第一阶段的场所 应该是在我们的细胞质机制 我们简单回忆一下现在的知识 一在细胞质机制 第二个阶段的场所呢 是在我们的线粒体机制 第三个阶段的场所呢 是在我们相应的线粒体的内膜 这是它的场所问题 那么在每一个场所里面 它所发生的过程是什么呢 第一个阶段应该是葡萄糖分解 得到的是我们的丙酮酸 以及相应的还原氢 同时还有我们的少量能量 简写的精神量 那这里边是需要我们煤 来进行催化的 那第二阶段呢 就是我们的丙酮酸 灰和水一起参与反应 得到的产物里边 它是有相应的 二氧化碳还原氢 同时也会有我们的少量的能量 第三阶段 就是我要利用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的还原氢 它在和氧气反应 在煤的催化作用下 产生的是水 以及大量的能量 好那这就是围绕着我们的 有氧呼吸来进行考察的 三个阶段的场所 以及三个阶段 水对应的反应的和生成的 那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 一二三阶段 所以这道题目里面说 有氧呼吸产生二氧化碳的阶段 那产生的时候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二阶段 氧气利用的阶段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阶段 水参与反应的阶段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二阶段 有水生成的阶段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阶段 所以应该是二三 二三 那答案选择的就应该是我们的A选项 所以这道题目就是在考察 我们刚才所说的 第一个问题 有氧呼吸的场所 第二个问题 所对应着有氧呼吸和 有氧呼吸里面三个阶段 它所参与的反应物是什么 它所对应的生成物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从物质层面上面来去考察我们 但是要去注意 有氧呼吸里面 它不仅从场所 从物质 还会从能量的角度 也去考察我们 所以你看 我刚才在这里面重点跟大家标注了 第一阶段的时候是有少量能量 第二阶段的时候是有少量能量 而第三阶段的时候呢 它就是有大量的能量的 好 那这道题目咱们告一段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道题 刚才是从文字方向上的面的 那这道题目呢 它就是从我们对应着 叫做图像的形式来进行考察的 但这个图像考的还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它所对应着葡萄糖分解得到 丙酮和还原性 这是我们的第一阶段 丙酮和水 参与反应生成的是二氧化碳和还原性 这是我们的第二阶段 然后还原性和氧气参与反应 这生成水是我们的第三阶段 那我们来看 圈一 圈二 圈三和圈四 它问我们的不正确的是有几个选项 首先圈一里面说图像一二两种物质 一次是水和相当氧气 圈一是水 圈二是氧气 这没的问题 圈二里面说图像二三两阶段产生的 还原性的场所都是线利地 产生还原性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而不是在二三两个阶段所产生的 所以圈二属于的是错误的 圈三里面 说图中三个阶段 图中圈三阶段所产生的水当中的氢 注意这里边丢了一个字 应该是最终都来自于我们咸夜达葡萄糖 那这里边的还原性 水当中的氢不就是从还原性这来的吗 而还原性它一个是从我们的第一阶段来 一个是从我们的第二阶段来 第一阶段得到还原性靠的是你的葡萄糖 没问题 但是第二阶段里面 我所得到的还原性要靠什么呢 一个是要靠水的 另外一个还有我们饼酥酸来进行帮忙着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说都来自于我们的葡萄糖 那这不也是属于错误的吗 圈二四里边 说该过程只能够在有光的条件下面进行 无光的时候是不能进行的 细胞呼吸有光没光都可以 所以二三四都属于的是错误的 那不正确的选项就应该选择的是C选项 有三项都属于的是不正确的 那这道题目就是对应着我们 有氧呼吸三个阶段里面的一个深入考察 那有氧呼吸不仅会考察这儿 还可能会考察什么问题呢 它还可能会围绕着我们刚才说的三个阶段 给你稍微做一个辨识来进行考察 比如说这道题目 说我用含有氧18的葡萄糖 来去跟踪有氧呼吸过程当中的氧原子 问我们这个氧原子的转移途径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既然先是用含有氧18的葡萄糖 那也就是在你的葡萄糖里边 是有先应的氧18的 那你这葡萄糖应该在有氧呼吸的第一阶段参与反应 生成的是丙酮酸 所以此时那你这氧18就应该跑到哪去了呢 就应该跑到丙酮酸里边去了 那跑到丙酮酸之后呢 丙酮酸在第二阶段的时候要和水参与反应 生成的是二氧化碳和还原氢以及少量的能量 那此时这个氧又跑到哪去了呢 那当然应该是跑到我们的二氧化碳里边去了 所以围绕着我们刚才分析的 那答案好像就出来了 此时氧18的转移途径 是先在葡萄糖 然后在丙酮酸 然后在我们的二氧化碳里边 所以此题的转移途径 那答案就应该选择的是我们的思义选项咯 没得一问 那我们继续这样下来走了 这道题目其实就是在给我们变了一个形式 考察我们针对着有氧呼吸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以及像的第三阶段的问题 那这道题目我们先告一段落 接下来我们再结合了一个图像的问题 把我们的提杆和选项变得稍微复杂一丢丢 看看你能不能去理解呢 他说图示是一个变形的线粒体 围绕在精子边毛轴丝周围的一个实义图 下列描述当中正确的答案应该算得的是谁 首先A远桑里面 说葡萄糖进入到线粒体之后 不能够被彻底氧化分解为 显然的二氧化碳 各位 如果是显然的葡萄糖 那么它彻底氧化分解 对应着应该是我们的有氧呼吸 那有氧呼吸的时候第一阶段是在我们的细胞质机制 细胞质机制所发生的反应过程是我们的葡萄糖要被分解得到饼酮酸 所以这葡萄糖它有进入到线粒体吗 并没有 它在细胞质机制这块就被分解了呀 所以A远桑属于的是错误的 B远桑里面说 线粒体围绕在边毛轴丝周围 是方便为其运动提供性能量 线粒体这一块 那么我们能够进行线粒的有氧呼吸 进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 不就是要去给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性能量的吗 所以二号B远桑应该属于的是正确的 4远桑里面说 虚氧呼吸的过程释放的能量 大多数会储存在ATP当中生成了大量的ATP 那这里边他所考察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有氧呼吸里边能量的问题 那这个里边的能量 第一阶段是少量的 第二阶段是少量的 第三阶段是大量的 而这些能量的去向 注意一部分 它是以热能的形式散失储去了 另外一部分呢 是储存在我们相应的ATP里边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是以热能形式散失储具的多呢 还是储存在ATP当中的多呢 要去注意了 以热能形式散失的要更多一点 少部分是要储存在现在的ATP里边的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细胞当中 ATP的量它并没有很多 它是属于少量的ATP的 那这里边我们就需要源源不断的进行现在的细胞呼吸 来给我们去产生现在的ATP 给我们去提供现在的能量的 所以4远桑应该属于的是 错误了 最后一个笑地 说一分子的葡萄糖彻底氧化分解所释放的能量 是等于两分子饼中酸氧化分解释放的能量之核的 首先我们来看前边 说一分子葡萄糖彻底氧化分解所释放的能量 那怎么才能够彻底氧化分解呢 它得经过有氧呼吸的第一阶段 有氧呼吸的第二阶段和有氧呼吸的第三阶段 才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氧化分解 而它后面是在两分子的丙酮氧化分解所释放的能量 两分子丙酮氧化分解是在哪呢 应该是在有氧呼吸的第二阶段的 那这里边所对应着它前面和后面是两倍的关系吗 注意它并不是的 因为我们所对应着第一阶段是少量能量 第二阶段少量能量 第三阶段应该是大量的能量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丝毫地远向说的当然应该属于的是错误的了 那此题答案就应该选择的是我们的二号B选项 那以上所围绕的都是我们的有氧呼吸来进行考察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无氧呼吸的形式 那对应着无氧呼吸我们首先要去清楚 无氧呼吸它发生在不同的细胞当中 所得到的产物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有什么样的呢 首先对应着我们的无氧呼吸 可能是我们的葡萄糖被分解 得到的是酒精和相应的二氧化碳的形式 同时也会有少量的能量 另外一种呢 可能是我们的葡萄糖被分解 得到的是乳酸以及我们的少量的能量 注意这里边每一个反应都是需要煤来进催化的 在我们只去强调反应物和生成物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去管它的配平形式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道题目 咱先去回顾一下 无氧呼吸反应物和生成物分别是什么 好 那我们分析完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面 无氧呼吸得到的是酒精和二氧化碳 什么样的情况下得到的无氧呼吸的产物是乳酸呢 注意了 得到酒精和二氧化碳的 针对的是我们的绝大多数的植物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 就是我们的酵母菌 那无氧呼吸得到的产物是乳酸的 这个针对的是我们的动物 也包括人在内 还有的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乳酸菌 除此以外还有更特殊的就是少部分的植物 它在进行无氧呼吸的时候 产物也可能得到的是乳酸 那这少部分的植物指的是什么呢 一个指的是马铃薯的块茎 一个指的是甜菜的块根 还有一个是玉米的胚 我们叫做马爱吃甜玉米 好了 那通过我们刚才这个应该是能够回忆起来 我们的无氧呼吸所谓的内容了 那这道题目里面说 下列细胞当中 其无氧呼吸过程会以乳酸为主要产物的 答案应该选择的是谁 首先A院商里面说 密闭塑料袋中当中苹果的细胞 那你这苹果 它进行无氧呼吸所谓的产物应该是什么呢 它应该对应的是酒精和二氧化碳的形式 所以A院商咱不能选 B院商里面说 用于制作酒精的酵母菌 那用于制作酒精的酵母菌 它对应着无氧呼吸的产物 必然得是酒精呀 4院商里面说 剧烈奔跑时的马骨骼肌细胞 当你剧烈奔跑的时候 你可能是需要大量的氧气的 可是空气当中的氧气就那么多呀 所以你特别剧烈的进行奔跑的时候 那氧气难以供应 那此时我们的细胞可能就会 暂时进行向到无氧呼吸 那无氧呼吸对应着马骨骼肌细胞而言 它的产物就应该是乳酸 好 所以选择的是我们的4院商 最后一个笑地 浇水过多的青菜根部的细胞 那你这青菜的根细胞 所对应着无氧呼吸的产物 也应该是酒精和二氧化碳的形式 所以A B D所对应着无氧呼吸得到的应该是酒精和二氧化碳 只有4院商里面所对应的产物 才是我们现在的乳酸的形式 那这道题目单纯考了一个产物的问题 刚才说的反应物和生成物能记得住不 那如果能记得住 我们就接下来来看下一道题咯 他说某同学在网上购买了一袋酸奶 但是发现这袋酸奶是有明显的涨大的 那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注意他问你的是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那这里边A院商 他说乳酸菌无氧呼吸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了 乳酸菌 这里边如果你能够出现明显的胀大 我们直接想到的 那就应该是气体呀 所以A院商里面说乳酸菌无氧呼吸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看似有气体应该没的问题 但是你要接下来分析一下呀 你这生物无氧呼吸到底能不能够产生二氧化碳 乳酸菌无氧呼吸得到的应该是乳酸 如果有乳酸的话 那他就对应着不可能去产生二氧化碳了 所以A院商应该属于是错的 B院商里面说 酸奶当中某些微生物代谢产生了一样的气体 不谋而合了吧 所以B院商应该属于的是最可能的 4院商里面说乳酸菌无氧呼吸产生乳酸 无氧呼吸确实能够产生乳酸 但这乳酸会让它有包装袋的明显长大吗 并不会呀 因为明显长大应该是气体的问题 所以4院商不能选 那最后一个3D 酸奶当中原有气体发生性的膨胀 其实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因为我们在做酸奶的过程里边 我们就是要让它进行发酵呀 得到乳酸呀 所以你说酸奶当中原有气体发生膨胀 那应该不是它最有可能的原因 好 所以此题答案应该选择的是我们的2号B选项 那以上我们所对应着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问题呢 单纯的考察有氧呼吸的和单纯考察无氧呼吸的 其实我们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如果我把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综合造一起来进行考察的时候 那你能不能够分析清楚呢 比如说这道题目 说自身酿酒的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疾病 患者即便是滴酒不沾 但是近时含有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 也会像醉酒一样 过去一些病例表明 这种疾病往往是由肠道菌群发酵所引起的 哦天呀 那这种如果对应着查酒驾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危险了 那肠道菌群发酵引起的像醉酒一样的 就说明着 它们是这些肠道菌群的维生物发酵的时候 产生的是什么呢 产生的是酒精肉 所以他说酵母菌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酵母菌在进行着无氧呼吸的时候 它是更加能够产生性的酒精的 所以他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说结合上述材料 下流叙述当中正确的答案选择 应该是哪一个呢 这材料可是给了我们一个现实当中的很明显的解释 对吧 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喝酒 但是查酒家的时候 他确实被查出来了 好像是喝酒了呢 原因咱们找到了 好那A选项 说酵母菌分解碳水化合物产生酒精的时候 能够产生ATP 但是不产生相应的二氧化碳 酵母菌 他在进行无氧呼吸的时候 如果产物里面有酒精 那必然会有相应的二氧化碳 那他说不产生二氧化碳 当然属于的是错误的选项 那B选项里面说 酵母菌进行无氧呼吸的时候 葡萄糖当中的能量 只转化为酒精当中的能量 我们在进行无氧呼吸的时候 它所对应着的反应应该是 我把葡萄糖分解得到的是酒精和二氧化碳 同时还有一部分的能量呀 所以你说葡萄糖当中的能量 只转化为酒精当中的能量 那不就错了吗 还少一部分呀 所以二号病院相属于的是错误的 那C远项里边 患者在饮食方面减少面食的时候 可有效降低酒精的产生速率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产生酒精的时候提干当中已经说过了 是它进食了 富含有碳水化合物的东西 那你含有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你吃面食呀 你吃米饭呀 这些它是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的 那我减少了这些的摄入 当然是可以有效降低它酒精的产生速率 所以思念相识正确的 最后一个效率 说给患者肠道提供一个抗病毒的药物 可以对病情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这里边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注射抗病毒的药物来去缓解的 因为提干当中已经说过了 这种病它应该是由肠道菌群发酵所引起的 而并不是病毒的问题 所以思考低远相应该属于的是错误的 那此题 它在考察的是我们的无氧呼吸的一种 和生活实际结合的非常紧密的一道题目 那以上所对应着咱们的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单独问题 到现在好像才告一段论 但是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对比咱还没有去说呢 所以接下来再来练习几道题目 去看一下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对比内容 可能会考察什么呢 比如说这道题目 它说无氧呼吸比有氧呼吸释放的能量要更少一点 问我们原因是什么 它在对比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时候 从一个能量的角度来去考察我们了 那有氧呼吸里边它所释放的能量是要更多一点的 而无氧呼吸里边呢 它所释放的能量是要更少一点的 那这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 它们在进行细胞呼吸的时候 不管是有氧呼吸还是无氧呼吸 咱都是要去消耗它所对应着的葡萄糖的部分 但是为啥最终的能量却不一样的呢 那问我们原因我们来分析呗 这里边有氧呼吸最终的产物可是二氧化碳 水以及能量的问题 这能量大量的 而我们的无氧呼吸里边呢 得到的产物可能是酒精和二氧化碳 有少量的能量 也可能得到的产物呢 是我们的乳酸以及少量的能量 所以它们的差别点在于 我有氧呼吸的时候得到的物质 都是无机物的 而我有氧呼吸得到的物质 都是无机物的 而我的无氧呼吸得到的物质 有有机物的存在 只要它有有机物 那么在有机物里边 就会存在着相应的能量的问题呀 所以那我们来看相应的选项 A元箱里面它说 只发生在低等的生物当中 这应该属于的是错误的 B元箱里面说 有机物分解是不彻底的 正是因为无氧呼吸里边 有机物分解不彻底 它得到了酒精和乳酸 这样的有机物 所以它的能量 释放出去的才会是少的 那二号B元箱 应该属于的是正确的原因 C元箱里面说 煤的催化效率不高 煤的催化效率是倍儿高的 最后一个扫地 反应过程是比较简单的 这当然是属于 乱说的一个原因了 那此题围绕了能量问题 咱们就解释到这里了 所以这个里面的原因 是因为有机物分解不彻底 对应着无氧呼吸里边 葡萄糖当中的能量 一部分是储存在了 我们的酒精和乳酸当中 所以它的能量 才释放出去的是比较少的 好 那此题咱们结束 接下来我们围绕着 一个过程图的图解形式 来把我们的有氧呼吸 和无氧呼吸 再综合对比一下 那这道题目 问我们的是 下列有关说法当中正确的 答案应该选择的是谁呢 咱先来去分析一下这个图 图里边所对应的含义 我把葡萄糖分解得到 丙酮酸 这应该对应的是 我们的有氧呼吸的第一阶段 也可以对应的是 我们无氧呼吸的第一阶段 有氧呼吸的第一阶段 和我们的无氧呼吸的 第一阶段是一样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分析 圈二这个过程是 丙酮酸被分解 得到的是二氧化碳和水 得到水 应该是我们的 有氧呼吸第三阶段的 那得到二氧化碳 应该是有氧呼吸的第二阶段的 所以圈二代表的 应该是我们的 有氧呼吸的第二阶段 和有氧呼吸的第三阶段 那圈三 得到的是义醇和二氧化碳 丙酮酸分解得到 义醇和二氧化碳 那应该对应的是 我们的无氧呼吸的第二阶段 那圈四 是丙酮酸分解得到乳酸 这也是我们的 无氧呼吸的第二阶段 只不过三和四 发生在不同的细胞内部 好 那我们来看 下列有关说法当中 正确的A圈箱里面说 葡萄糖在线粒体当中 经过过程一和二 彻底的氧化分解 那咱这里边 看到了一个位置 葡萄糖在线粒体当中 经过一和二 彻底氧化分解 葡萄糖它会进入到线粒体吗 当然不会的呀 所以A圈箱 就应该属于的是错误的 B圈箱里面说 在圈二的反应过程当中 水和环游青既是产物 又是先用的反应物 那咱就来看一下 首先对于水而言 它是在什么时候 作为反应物的呢 应该是在有氧呼吸的第二阶段 作为反应物的 在什么时候作为产物的呢 是在有氧呼吸的第三阶段 黄游青和氧气结合产生水 那它是作为先用的产物的 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黄游青 黄游青是在什么时候 作为产物的呢 它应该是在我们先用的 有氧呼吸的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 都可以作为产物 它是在做反应物的时候 是在有氧呼吸的第三阶段 作为先用的反应物的 哎好 那咱把这个分析出来了 就发现 哦好像确实是 水和黄游青既是产物 又是先用的反应物 那B选项 就应该是没的问题的 四阶段里面 说在无氧条件下面 发生在酵母菌细胞当中的过程 是圈三 无氧条件下 我们的酵母菌细胞 是进行无氧呼吸的 那无氧呼吸 应该是包括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 所以应该是一和三 那四阶段 说的少了一块 所以算一下是属于错误的 那最后一个掃地 说无氧呼吸产生的ATP 是比较少的 原因是大部分的能量 是以热能的形成三尸的 再次考到了能量的问题 这里边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油 激物的 不彻底的氧化分解 一部分的能量 是在我们的产物 酒精或者是在产物乳酸当中 所以无氧呼吸产生的ATP 才是比较少的 那因此四条地缘项 所给的原因问题 属于的是错误的 所以此地ACD都是错了 那正确的答案 就应该选择的是 我们的二号B选项了 那这道题目是过程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 这样下来分信 如果从单纯的文字方向 它会怎么考察我们呢 它可能让我们对比的是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 所对用的场所问题 能量的去向问题 以及对应着反应物 或者是生成物的问题 比如说这道题目 下列关于某一个人体细胞 利用葡萄糖进行细胞 呼吸过程的叙述当中 正确的答案应该选择的是谁呢 首先A远项里面 说无氧呼吸的时候 葡萄糖当中的能量 主要去向是以热能的形成散失 A再次提到了 无氧呼吸的时候 咱这个能量的去向 主要是以热能形成散失 应该属于是错误的 B远项里面说 百米塞跑的时候 其产生的二氧化碳 来自于细胞质机制 和现象的线列体机制 如果对于一个人而言 那么它在进行现象的 产生二氧化碳的时候 应该靠的是 有氧呼吸才能够产生二氧化碳 无氧呼吸的话 那所对应的产物是乳酸 那有氧呼吸产生二氧化碳的场所 应该是在线列体机制 而不是在细胞质机制 所以二号B远项是 错误的 四元项里面说 如果用氧食巴来去标记葡萄糖 在生成的水当中 是检测不到氧食巴的 我们在前面那道题目里面 考察到了这里 我把葡萄糖当中的给它标记上 那么应该途径是到饼膜酸 然后到我们的二氧化碳 在这个生成的水当中 是检测不到氧食巴的 四元项是正确的 最后一个四号D远项 说肌细胞内的乳酸 是由饼酮在线列体当中 转化而形成的 在这里边我们所对应着 产生乳酸 应该是靠的是无氧呼吸 而无氧呼吸的场所 应该是在我们的细胞质机制 它可不是在我们的线列体当中 所以四号D远项 也应该属于的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好 那这道题目 其实还是在考察我们的能量问题呀 我们的反应物和生成物的问题 好 那这道题目 咱们结束了 再往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 在我们以上所做的题目里边 它好像会明确的告诉我们 进行有氧呼吸或者是无氧呼吸 但是还有那么一些题目 它在考察的时候呢 是不告诉我们 它所进行的呼吸方式 到底是什么呢 需要我们通过条件 自己来进行判断 比如说接下来这道题目 说种子所储藏当中 需要控制呼吸作用 以减少有机物的消耗 如果作物种子呼吸作用 所利用的物质 是淀粉分解所产生的菩萨糖 那下列关于我们 种子呼吸作用的叙述当中 它问我们错误的是 答案选文的是谁呢 那ABCD都是弱什么什么 责什么什么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前和后对应的一致吗 那篇上里面说 如果产生的二氧化碳 与乙醇的分子数相等的话 则细胞只进行 咸咽的无氧呼吸 这里边它在考察的时候 就需要我们去把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 总反应式 完完整整的写出来咯 那我们首先来去写 无氧呼吸的吧 葡萄糖被分解 得到的应该是 酒精和咸咽的二氧化碳 如果我们配平的话 应该是122的关系 凭借有少量的能量 还有一个是葡萄糖被分解 得到的应该是 我们的乳酸的形式 C3H6O3 以及我们的少量能量 那这是我们的 无氧呼吸的两种反应式 那有氧呼吸里边的反应式 它所对应着 我们在去消耗 一分子的葡萄糖的时候呢 消耗水和氧气 那得到的应该是 我们现在的煤 以及二氧化碳 还有水 以及我们的少量的能量 这是我们写全 但是如果我们再涉及到 只去判断相应的细胞呼吸方式的时候呢 水这一块 我们可以先不用去管它 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 完整的那一块 我们只需要去管 参与反应的这一块 算了 我们都写上吧 都写上这样 大家方便理解 好 那在这里边 我们在这边配平的时候 就应该是6 6 6 然后这里边配平之后 得到应该是12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 有氧呼吸的过程 所以我们来分析A缘项 如果产生的二氧化碳 和乙醇的分子数是相等的 则细胞只进行 先的无氧呼吸 没那问题 正好对应的是 产生酒精的无氧呼吸吗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式 所以A缘项是正确的 B缘项里面说 如果细胞只进行有氧呼吸 则吸收氧气的分子数 与释放二氧化碳的是相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它只进行有氧呼吸 那么吸收的氧气是6个 释放的二氧化碳 也是属于6个 所以二号B缘项里面属于是正确的 4缘项里面说 如果细胞只进行无氧呼吸 其产物是乳酸的话 则没有氧气的吸收 也没有二氧化碳的释放 那所对应的 应该说的是我们的第二个反应式 第二个反应式里面 得到的产物是乳酸 是这种无氧呼吸 那么它既没有氧气的消耗 也没有我们二氧化碳的释放 4缘项属于的是正确的 那最后一个4号D 应该属于的是错误的 他说如果细胞同时进行有氧和无氧呼吸 则吸收氧气的分子数比释放的 二氧化碳的要多 那如果当它同时进行有氧和无氧的时候呢 考虑到二氧化碳 那你看二氧化碳在这里 只进行有氧呼吸的时候 氧气和二氧化碳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都进行 那我这二氧化碳释放的 就应该比氧气的要多一点 所以4号D师傅刚好说反了呀 好 那这道听众咱们答案 就应该选择的是我们的4号D选项 这种形式在考察的 就是我们判断细胞呼吸方式的问题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讲里面 所围绕着我们细胞呼吸的内容 再次回顾一下 首先第一个内容 细胞呼吸它在考察的时候呢 会考察我们的概念性的理解 第二个考察就是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过程问题 第三个考察的就是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对比问题 那这是围绕着我们细胞呼吸三个 最爱考的知识层面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三个方面 再次去巩固加深理解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讲内容 就到这里了 各位拜拜